嗨,你也喜歡酪梨嗎? 今天要跟你介紹森林中小清新的酪梨喔 早餐這樣做簡單又好吃 十分鐘馬上就可以完成 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BK Cooking 咪咪也吃飯 Hello, I hope you guys enjoy today's video 請給我一個鈴鐺 和留言給你喜歡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看看這些漂亮可愛的酪梨 有一些品種是不會變色的 可以摸看看如果外皮已經軟了 就可以切來吃了 把酪梨從旁邊切開 逆時針的方向轉開 再用菜刀剁一下子 就可以輕鬆拿出來了 已經成熟的酪梨非常輕鬆 就可以從邊邊用湯匙挖出來了 可以稍微加一點鹽跟調味料 用叉子直接壓成泥 再來我們把培根煎到兩面都香酥 把油逼出來 把油逼出來 鍋中多餘的油可以先瀝掉 之後可以用 我們把蛋液打勻之後 倒入原鍋裡面 用原本培根的油炒蛋 從旁邊輕輕的推 就可以得到非常滑嫩的蛋囉 然後我們把酪梨泥 抹上吐司 鋪上炒蛋 放上番茄跟培根 最後我們再加入一點洋蔥冰 就是一個優質的高蛋白早餐喔 趕快一起動手做吧